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讲的就是一种 会有很多很多的生死重罪 过去在念佛一生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这是《无量寿经》里面讲的 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它有道理的 它主要是说什么呢 说是消你的大罪 一心一意 那么为什么说要八十亿重罪呢 其实是说你的心 有八十亿种意念 会不断的在产生消除 产生消除 你明白吗 因为它是说 你的实心 你的心里面的实相 会有光 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就像黑了 就是等于你这个八十亿的节 就等于你又八十亿个 这个黑的的这种意念 你只要用佛光照进去了 你这个八十亿节 就相当于你八十亿个房子 全部都是黑的 只要佛光一照进去 你这个八十亿节房间 全部有光了 哦明白 那其实八十亿节 也代表我们的起情动念 是这样吗 一善一恶就多少节 一善一恶多少节 就是这样 是啊那你说师父 我们凡人天天有想好的 一会儿善一会儿恶 一会儿善一会儿恶 咋整啊师父 咋整 所以下面地府忙得不得了呀 因为你动一个很好的脑筋 他要帮你勾 你要动个很坏的脑筋 他要帮你花大 把你擦掉之后改个大擦 你说他忙不忙 师父呢 你叫我们念礼佛大擦 就是把那些不好的 对 就是叫你们 把心念到慈悲 然后呢 把自己的这种不好的意念 全部念光 因为人的心中有暗的嘛 有这种负能量 这种负能量 怎么能把它去除呢 那么你就是要一念佛 就是实相的名号 因为你念佛 佛有没有光啊 有有有 佛一有光 是不是把黑暗就去除了 对对对 所以念一身佛 你就可以消除八十亿的不好的意念 也就是说光照进了你的黑暗 心里 才会使你心里明亮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是这样啊 那 那他师父 谢谢你 你讲的 确实 哎呀 我明白了 还有一个问题 你比如今天这个佛有 他也有晒的 也有恶的 到了晚上十点的时候 他念礼佛大擦回文 念完了之后 那个恶的就没了 是这样理解吗 直接给他今天 因为你的念头没有付诸行动 只是一个念头 那么你在你的意念当中就有个结束 因为你的恶念造成了你的意念当中的一个小结 听得懂吗 当你一念礼佛 你消掉多少你不好的念头啊 所以为什么你们很多人说念礼佛 哎呀 我今天没有什么恶念 你小小的恶念一大堆啊 想过了你就没了 忘记了 但是他还是储存在你的细胞源里的啊 哦 是的 你在你的脑细胞里的 就是八十亿节里边的呀 一个节就是一个结束啊 所以很多人一个灾难来的时候 他是不知道多少多少个几百个节 几百个几千个节上万个节 他才成为一个大的灾难呢 明白